杜鹃花的盆栽管理 浇水 杜鹃花对水分特别敏感 在生长季节,蓄水量大 如果浇水不足,根端湿水萎缩 随之叶片下垂或卷曲 嫩叶从尖端起变成浇黄色 大量落叶,全株枯黄 浇水太勤,太多 土壤通气受阻,导致烂根 青者叶黄,早落,生长停顿 种则死亡 杜鹃花难养,浇水不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浇水要掌握以下几点 水质 浇灌杜鹃最好使用没有污染的雨水或天然合乎池塘中的水 用自来水要盛放几天后 使水中的氯气分解挥发 水温也更接近气温时再使用 北方水质带有碱性 长期浇灌会使杜鹃花、叶片黄化 因在水中加入0.1%硫酸亚铁或石醋 调整PH值至6左右 方能应用 虚水量 杜鹃花在不同生长阶段的虚水量是不同的 大部分杜鹃花从11月下旬至2月上旬 处于休眠、半休眠时期 生长几乎停顿 虚水量很少 可4至5天交一次 3至6月是杜鹃开花和兴烧生长的旺盛时期 需水量大 要每日交一次 7、8、9、3个月是高温季节 天气晴热干燥 杜鹃花生长受到抑制 但蒸发量极大 每天要浇水量要足 并随时检查盆口 建杆就浇 中午一进行地面喷水 降温增湿 浇水时间 浇水的时间要适当 并尽量使水温接近盆土温度 冬季早晚气温低 不宜浇水 要到午后气温升高时浇水 夏季中午气温很高 应在早晚浇灌 感谢观看